下面我们学习 莫复分析与优化专题 那么在这个专题里 总共包括我们常用的 冲天分析与优化 冷却分析与优化 保压分析与优化 翘起分析与优化 四种不同的方案优化 以及影响翘起分析优化的 一个求解器特例的分析 就波仙的配向分析 以及行星偏移的分析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第一章冲天分析与优化 对于一个 下面的冷却保压 以翘起分析 那么这一章的内容主要是 学习冲天分析的设计原则 以及冲天分析优化的一些方法 当我们掌握了 这些设计原理和魔流分析的一些工艺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有的方式 快速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 而不是去盲目 调试机器 或者盲目地改模 但实际很多工厂 在没有进行魔流分析的时候 他们的流程是相当混乱的 一旦出了问题 就像这个图里面这个人一样 拿着飞镖乱射一气 始终就找不到靶心 这种现象见多了 很多时候就是魔技改了又改 调剂调了一天浪费了好几包料 都没有打出来一个合格的产品 所以我们就应该首先来学习 莫夫的设计优化原则 那么莫夫设计优化原则 是由莫夫公司的创始人 Kolin·奥斯丁所提出来的 那么他提出来的这些原则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实际验证 确切实实 对我们住宿承行生产 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在国外的魔技设计也好 住宿承行也好 都把Kolin·奥斯丁 所提出的这些设计原则 当作一种理论 来指导他们的工作 可以说这些原则 对于塑料工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当然Kolin·奥斯丁最重要的一个 还是创立了莫夫公司 并领导他的团队 开发出来莫夫这么一款优秀的 塑料成型式分析软件 使得住宿成型过程 这种暗箱操作变得可见 那么这么神奇的设计原则 是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主要是包括这下面的十二点 一个是单向流动和易控制的流动模式 流动平衡 恒定的压力梯度 减轻音力极限 融结线和融合线位置 避免潜流效应 避免滞留 使用导流和阻流来平衡流动 然后控制流动过程中的摩擦热 以及流到的热扩散 保证流到摩枪的体积比合理 所谓单向流动和易控制的流动模式 也就是要保证 塑料在注塑过程中 应该在一个方向上比一直流动 结果是产生一个单一的流动方向模式 回想我们在实际的模式设计和注塑性中 对于长条型的产品 通常是选择一头进角 而不会选择中间进角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中间进角和易投进角 它的有什么不一样 中间进角的时候 它塑料的流动是以进角点为中心 像水波浪一样辐射出去 那么当到达边缘的时候 它流动模式就变了 由原来的一系列通行员 慢慢的变成 最后变成直线 这是它的充填模式 那么它的流动的方向 是不同的 所以它会造成一个高硬力 从而导致比较大的翘区 而同一方向流动 那么塑料从一开始进入磨墙 进角点开始是沿着同一个方向 这样流动的 所以它的收缩和阴力 都分布的比较均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这是一个平板 厚度是两个毫米 2.5毫米 我们把胶口分别设在 它的一端 和中间 来比较这两种 不同的流动模式 以及它们的分子取向 那我们看到 胶口在一端时 它一开始进入磨墙 流动前沿的波 流动模式 是半圆形 逐渐的变为平行的状态 而胶口在中央的时候 它是一圈一圈像水波纹 这样是散开来 那么我们看它的料流的方向 要流的方向一开始是散开的 然后的话迅速就 形成一个同样的一个方向 流动 而胶口在中心的时候 它是以中心为原先发散的 那我在上面这个整个冲填过程中 它的流动的方向是一致的 下面的话 流动的方向不一致 变化比较大 所以它那一个分子取向 是不规则的 而上面的分子取向就比较规则 因此它的体积收缩会比较均匀 而它的收缩就不均匀了 那么第二个原则 流动平衡的原则 那么流动平衡的原则 指的是 在模具中 所有的流动路径应该平衡 特别是对添加了流道 的一个模型而言 要求同一时间和同一压力下 从天完成 那么后面我要讲到的 莫浮流道平衡 它的基本的原则就是 基于在相同的压力下和相同的时间内 过过从天末端 同时从天完成 那么对于流动平衡 最好的就是使用自然平衡的流道系统 也就是几何平衡 它要求从喷嘴这一点开始 到所有的模枪 具有相同的距离和截面尺寸 那么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条件 它的模枪就会 以相同的压力和温度来进行充填 从而达到一个平衡 那么受模具结构设计的限制 有一些产品是不适合做自然平衡的 像很小很小的产品 一磨几十屑的时候 如果用自然的流道平衡 那么流道分支会相当长 所以造成流道的成本 会比较多 那么这个时候 通常采用的是人工平衡的流道系统 而人工平衡的流道系统 它们的流长是不一样的 从喷嘴到每一个行腔的流动长度不一样 那要保证它达到流动平衡 只能采取不同的流道尺寸 截面尺寸 最后平衡的一个结果是 所有的磨墙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压力内完成充填 那人工平衡流道 它有这样的一个迹象性 仅适合用于比较小的产品 对于大产品 不适用 第二个是对于产品很薄的地方 很难控制得到 第三个是产品的缩横位置也比较难控制 那么当然它比自然平衡的流道系统的存心窗口要小 第三个原则是要保持整个冲天过程中的一个恒定的压力提度 保持一个恒定的压力提度 是充填过程中最有效的充填模式 要达到这样一个模式 就是每一个长度单元 它的压力降向等 那么整个曲线是一个非常平滑的 如果在这个曲线出现尖峰 那说明流动有问题 所以我们看注射压力曲线 那个结果的时候 通常在产品填满了以后 它的充填末端压力出现一个上升很剧烈的一个减锋 这说明是因为绒体受到了压缩 在一开始塑料容体充填到磨墙的时候 它只受到摩擦阻力的影响 因此整个压力提度是非常平缓的 当产品充填满了以后 你还继续充填的时候 这个时候容体就是受到了压缩 自然而然它的压力会突然的上升 第四个原则 最大检查硬力的极限控制原则 在整个充填过程中 因剪切造成的剪切阴力 应该低于材料最大允许的剪切阴力极限 那么这一个原则是用来控制 充填的注射速度 以及胶口的尺寸 还有产品设计的壁后 但是在应用这个原则的时候 要注意 最大允许的极限值 是基于不同材料和特殊场合而言的 它的标准是材料数据库中 可查到的一般限制值 在推荐工艺里 有最大减切阴力 比如说0.25 那么我们在看这个结果的时候 遇上减切阴力 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超过它的材料允许 最大减切阴力 而充填的速度 10³厘米每秒 这样的一个速度是比较慢的 第五个原则 也是对外观来控制的一个原则 就是溶解线和融合线的位置 那么无论是在产品设计 还是在模具设计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办法尽可能的消除溶解线 但溶解线本身是由产品结构设计 或者胶口的位置 以及交口数量所决定的 不能完全的消除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 把融解线放在不明显的区域 或的功能上没有影响的区域 第六个原则是控制滞留效应 那么什么是滞留效应 滞留效应就是所谓的 塑料溶体的前锋到达某个区域后 它流动前沿的速度突然变得缓慢起来 那么这种影响 第一 主要是因为 该区域的壁后比较薄 越薄摩擦阻力越大 同时塑料的前锋冷却也越快 那么当遇到有可能产生滞留的问题时 我们要注意尽可能的使壁后均匀 第二是选择交口位置的时候 要远离薄壁的区域 第三就是控制充填的速度 越快越好 当然这块有一定的限制的 你必须得保证减车热不至于太高 这种情况 我们再回想一下 我们实际 逝魔的时候 经常听到哪个师傅抱怨 我这个地方古位充填不满 交口明明在这个区域 为什么这个还充填不满呢 那么实际上就是因为滞留所引起的 因为塑料溶体 在充填的过程中 它会先充填 比较容易充填的区域 当其他的区域充填完成以后 它才会再来充填那些比较难的 充填的区域 那么这个时候 流动前沿 它的温度已经降下来了 所以造成了滞留 那么滞留最严重的后果 就是直接造成这个地方短涩 下面看一个关于滞留的实验 同样一个结构 一个平板上面带了一条谷位 然后谷位的平板的厚度是2.5毫米 谷位的厚度是0.6 平板的厚度1.5毫米 谷位厚度是0.6 那么我们看 当胶口放在泥 薄壁区域 比较近的位置 产生了短涩 通过充填时间 这个结果的 等高线显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等值线密集 等值线密集 说明这个地方 充填非常缓慢 那么当我们把胶口移到另外一侧的时候 这个时候发现没有短涩现象 虽然它也 有一定程度的滞留 但是 从填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到了0.7秒 那么到0.95秒的时候 他把这边 他把这边充填完了 马上就反过来 再充填这个薄壁区域 这中间间隔时间只有0.2秒 所以他来得及 把这个地方充填完成 而我们看 他刚开始充填到这个区域的时候 是0.28秒 那么到0.8秒的时候 也就是 这个地方已经 料在这里停留了 差不多有0.6秒的时间 那么充填完这边了以后 再回头来充填这里 就已经因为流动前沿的温度下降 而导致流动前风凝固了 我们看流动前温度 也可以看得出来 温度已经达到了 材料的转变温度以下 转变温度111度 就会变得到什么时候 这个地方充填有多少 呢 对 我们看了 那么要避免滞留效应 在我们进行交口和流道设计的时候 就要注意 尽量不要用交口的尺寸去平衡摩墙 而实际上 大部分摩场 在解决 滞留或者冲天不平衡的时候 就反其道而行之 它把流道设计的一样的尺寸 然后交口 看哪个产品冲天的慢 就把交口加大 实际上 控制流道的尺寸 以及流道的截面级 才是 更快捷 更有效的方法 那么第七个原则是 避免浅流 所谓的浅流 是指 塑料容体 在冲天开始 和冲天结束时 料流方向的一个改变 那么这种浅流 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后果 我们看 当两股料流汇合的时候 由于左右侧压力的不均衡 虽然它们的表面已经融合了 但是内部 就会造成 压力高的一次 塑料容体向压力 低的一次 流动 从而在 熔体凝固成的内部 造成 溶解线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滋流的详细的解释 首先看这样一个产品 塑料容体 开始 流动的时候是 比较均匀 那么两股料流汇合的时候 在这个方形的中间这里汇合 那么这个时候 它左右两侧的压力 是一致的 但是 随着 进一步的 重填 马上 这边 充填满以后 它压力就变高 从而使 料在沿着压力低的地方 继续流动 所以看起来 这条溶解线是在这里 那么实际上 就有可能在内部造成溶解线 因为在两股料流汇合 以后 料的方向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直到重填结束 所以我们如果要避免这样的潜流发生 就要合理的去选择交口的位置 或者是 利用下面一个原则 导流和主流 那么导流 和主流 在运用这两种原则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到 实际 磨剂设计 试了磨出来 我们看某一个区域 流动 比较慢 或者 有缩水 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就是考虑 从交口那里 做一条饮浇槽 或者饮料槽过去 或者是把某一个局部的区域 加料 或者加浇 那么加浇 就是导流起导流的作用 相反 减交 则起的是主流的作用 因为交位越厚 说到流动越顺利 越薄 流动越困难 所以我们常常利用导流和主流 来进行 一个人为的 调整 产品的流动平衡 或者是 将溶解线的位置移开 在遇到两股料流 汇合 形成溶解线的时候 我们 就 通常会考虑 改变 汇合中的 某一股料流 那一侧 它的厚度 你加厚 它就流得快 相反的 另一侧 就流得慢 那么溶解线 肯定会摆到一边去的 下面这个图就很清楚的 描述了 导流和主流的作用 这种一个方形的产品 均匀厚度 那么流动的时候 这一个盒子 流动的 塑料流动的时候 从中心开始 均匀的流动 但是碰到这壁上的时候 在整个流动路径上 到这个角 或到这条边 它的流长是不等的 那沿着对角线 它的流长是最长 而沿着边 它流动路径最短 所以 冲田会出现不平衡 不平衡就是中间在过宝压 而这边的话容易缩水 那么利用导流 我们就可以 将这边的厚度 稍微加厚 从而达到一个平衡充填的效果 在下面一个原则 是对流道的一个设计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控制流道内的摩擦热 流道的摩擦热是由流道内的剪切作用 那么剪切作用 是直接由流道的截面尺寸影响的 所以定义流道的尺寸 来 调整 它的一个减切音力和冲田的压力 从而达到降低减切热 那么剪切剪剪剪刀 那么控制摩擦热 同时它可以能够降低之间的一个表面温度 以及降低住宿机跟流道接触的喷水处的融融温度 那么对流道的设计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是要充分的考虑流道内的热扩散 通俗点说就是流道的冷却 因为流道的设计 尺寸一般比较大 比产品的瓶颈壁厚要粗 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冷却的一个问题 对于字件来说 当字件冷却凝固以后 流道也应该同时凝固 大家要注意 流道的凝固不应该小于80% 以防止过早凝固而得不到有效的保压 第二个是不大于200% 也就是流道的凝固时间不超过产品凝固时间的200% 虽然我们说产品完全凝固时 我们流道只需要60%的凝固就可以顶住了 但是如果流道的凝固的时间 在产品凝固的时间的两倍以上 那么我们就额外的需要较长的时间 来保证流道的凝固 凝固了整个产品 需要的凝固时间 是11.56秒 而流道的凝固时间是11.16秒 它比产品还短 还短一点 但是它不小于产品的凝固时间的80% 所以它是活格的 最细的这条流道是活格的 那么最初的这条流道 就从主流道下来的这条 它需要46秒 才凝固 是产品凝固的时间的四倍 所以那么这条流道 它就会影响到整个住宿的周期时间 前面是从周期来考虑流道的一个设计 而这一个原则则是从流道的体积来考虑 因为我们知道设计流道 是为了减少一个压力降 那么在流道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是流道它所占的体积 与磨枪的体积的一个比例 一般流道的体积 占到之间的体积20%或者更小 当流道的体积太大的时候 那么造成的水口料浪费 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我们就要在压力降与流道尺寸之间 去求的一个平衡点 从而减少降低它的隐性成本 其实这些东西是往往我们设计者忽略了的 你一个产品生上出来 流道搞得很粗 那么无形中你的隐性成本就比别人的高了 所以通过莫复分析以后 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 把流道的尺寸减到压力允许的范围内 当然我们不能无限的减少流道尺寸 因为流道的尺寸直接会影响到压力降 流道尺寸太小 那么系统的压力 压力降会比较大 所以整个注射压力就上去了 那么注射压力是由注射机来产生的 所以注射压力一提高 那么注射机的功率就功耗也就加大了 所以也是得不偿失的 因为电也是要花钱的 那么这十二个原则 就包含了整个充填过程中 流道的设计 交口位置的设计 以及产品的设计 的一些原则 那么下面我们就 在遵循这些原则的基础上 来应用这些原则 去指导我们的一个充填分析与优化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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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